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78集 在这个年代什么最多 就是投资专家最多 看看电视 看看网路媒体 每天都有一大堆人在讲投资理财 当然也包括我 连那种刚从学校毕业的妹妹 也在教人家投资理财 真的很有意思 那么多投资专家 你到底要听谁的 才能让你投资发大财 每个人都很专业 你到底要相信谁 昨天我有说过了 你可以问问他们 可以请他告诉你 什么叫投资理财 如果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回答你 什么是投资理财 那这个大概就是有料的 所谓行家一开口 便知有没有 通常我只要听他们讲几分钟 就知道他们有没有料 是不是在腐烂 我是投资市场实战出来的 我至少经历过2000年网路泡沫化 经历过2008年金融海啸 也经历过2010年欧债危机 一直到现在 我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而且我有扎实的金融实物经验 除非那些投资专家实战比我强 金融实物比我专业 能够讲出一些有料的东西来 不然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忽烂 所谓投资理财 从字面上来解释很简单 就是投资加理财 投资就是透过市场工具 快速去累积自己的财富 理财是把自己现有的财富 去做最适当的配置 所以投资理财的重心是应该放在投资 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 你要先有钱才能去谈理财 因为理财是属于后端的规划 而且要有较多的资金来做理财 才会有效益 资金太少去做规划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也是我常在说的 等小弟大利不当的概念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太多资金的上班族 最好趁年轻的时候 积极地利用有限的资金 加上时间复利 赶快去创造第一桶金出来 有了第一桶金 再去滚第二桶金就不会太难 然后你就会发觉 原来用钱去滚钱是蛮容易的 这其实就是那些有钱人在操作的模式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已经有钱人在帮助 还是这么多点 再开用 好